股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3号,周五 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本周的美股 上次我们说本周大概率继续反弹 而实际上本周是冲高回落 周四标普达到了0.382阻力位 周五下跌 因为周五下跌的时候 一般概率都比较大 所以总体来说 标普是在震荡 而不是说周五就跌破位了 我们看DMI指标 多头大于空头 橘色线在粉色线之上 但是ADX力度太弱 ADX还在向下变弱 不管多方空方 它显示的是绝对值 但是看4小时的DMI 这个ADX正在上穿ADXR 表明多方的力度正在变强 所以在短期内应该还能上涨 看布林线标普 目前仍在上方强势区间 做波段 只要守住布林中轨 就是20天均线就可以了 如果跌破 还要看它是否真的跌破 我们看纳指情况 和标普很接近 它在这里有一个 向上的跳空缺口 紫色的 它会成为右方的支撑 如果3到5天内 不补这个缺口 它会向上发力 看Pud call ratio 纳指100 今天的PCR已经达到 2.2392 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值 一般来说PCR大于1.1 后市看弱 但是这个极端值 就会表明 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纳指100 要向上反弹了 SPY的PCR值 今天已达到1.4495 快要向极端值发展了 总体来说 美股下周 大概率要向上发展了 这仅是预测下周 再长一点的时间 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看目前的形势 Tesla要大裁员了 表明企业正在为 可能来临的经济衰退 做准备了 我们都要早做准备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 朋友们关心的 币闲类股票 为大家做参考 在股市持续下跌 或者经济衰退的时候 人们首先会想到 避险资产 避险资产 是指相对稳定的资产 比如黄金 白银 美元 美债等 其价格不会随市场的变化 而波动太大 黄金有货币属性 稀缺性 安全性 高档消费商品属性 以及作为贵金属 在工业上的使用 使它具有较好的收益率 和风险规避能力 相较黄金 白银这种避险资产 更具有价格上的优势 它的价格 大约是黄金的八十分之一 有更多工业上的应用 它也比黄金更具有流通性 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 它背后有一套结算系统 来支持它 作为国际结算货币 现在有美元正取代黄金 成为避险首选的趋势 全球经济不振 股市下挫 国际贸易对美元的需求 正催高美元避险资产的价值 美债是一种流通性 变现性都很好的资产 它的流通性几乎等同于美元 且更具有增值功能 以上这些都是避险资产 从短期来看 它们可以比较有效地对冲 金融市场的震荡 保持投资收益 不过从长期来看 对实物资产的投资 其收益率明显低于股票 债券 不是最佳理财产品 这是最稳定的投资产品 股票 债券仍然是人们最愿意投资的资产 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去找一些规避风险的股票 可以在经济不佳 甚至衰退时来尽量保护自己的资产 下面我们来讲一些避险类的股票 或者ETF 来看看它们的避险功能究竟如何 首先我们看黄金 Gold 巴利克黄金 这是加拿大的一个从事黄金和铜的生产和销售 以及勘探和矿山开发等相关活动的公司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个公司市值368亿 市盈率19 说到黄金股票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黄金的一些基本知识 黄金的价格现在是1852.8亿盎司 在历史上 黄金的价格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 就一路攀升 从2000年的260多美元盎司 一直到2011年建顶 达到1900多美元一盎司 这是个十年的大牛市 当然中间也有08年金融危机 金价也下挫 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 这五年当中金价回落 回到1000美元盎司 从2016年开始又重新上涨 到现在 三月份还创了历史新高 2049美元盎司 有人推测 现在的情况 类似于08年 金价在这里回落 徘徊之后还会再上涨 现在出于新的一轮牛市当中 接下来的几年 它还会再涨 这是一种观点 那么影响金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主要是供求关系 影响供求关系的有几个因素 第一是美元指数 前面说过 黄金和美元都是避险资产 美元正取代黄金成为首选避险资产 如果美元指数升高 就会削弱了黄金的储备资产 和保质功能的地位 金价就会下跌 另一方面 由于世界黄金市场一般都以美元标价 这样美元的贬值 势必导致黄金价格上涨 这里有一个问题 以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能恢复吗 答案是不可能恢复 随着总经济规模继续扩大 金本位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经济需要 试想一下 如果各国政府采用金本位 那么政府就不能多印钱 如何从民间搜集到更多的财富呢 同时国际贸易的顺差 以美元为结算货币 一些国家会对外汇进行管制 限制企业使用外汇 政府保留了外汇作为储备 而同时另外制造出按汇率 与美元相匹配的其他货币 比如人民币或其他货币付给企业 这是凭空制造出的货币 有可能引起本国的通胀 而政府管控的美元外汇 则可以继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 比如购买美债等 这些例子都是强势美元的标志 美元强势 黄金就变弱势 金价就会降低 影响金价的第二个因素是世界金融危机 当金融危机时 银行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挤兑或者破产倒闭 这个时候黄金的需求会增加 导致黄金价格上涨 第三个因素是地缘政治 政局紧张 战云密布 投资者就会买入黄金 寻求避嫌 推动金价的上涨 第四是消费需求 当经济好 人民收入增加 消费意愿增强 金银首饰成为消费者购买的对象 需求的增长 刺激金价的上升 相反 若经济差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下降 则金价就会降低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 黄金价格往往出现大幅的波动 因此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时 对于风险的管控措施 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相较之下 黄金投资的风险 还算是小的 毕竟黄金无论如何 都是全世界公认的硬通货 我们回到这只股票 Go的 它的走势 几乎和黄金的走势一样 从2001年 这里开始上涨 到这里是08年金融危机时 它又开始上涨 到2011年 见顶 然后回落 在2016年开始回升 在2018年 某一战时股市下挫 它又上涨 到20年到达30美元 历史新高 在今年1月份 股市下挫开始的时候 它又开始了上涨 从这里 紫色箭头这里 1月4号开始 美股下跌 勾的就上涨 从17块 涨到这里 25.8 然后在这里 从4月19号开始回调 周线和月线都显示 它在沿着这条绿色的线 在上涨 现在的情况 有点像2018年这里 回调 然后继续上涨 这回调 会继续上涨 股神巴菲特 曾经在20年二季度 买入过这只股票 在20年二季度 巴菲特共买入了 2092万股 勾得的股票 金额为5.64亿美元 占该公司 发行股份的1.2% 在巴菲特的持仓报告 出炉后几小时 巴黎克黄金的股价 便上涨了6% 我也跟风 买过这只股票 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很强 而且它能从黄金和铜矿 开财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和自由现金流 即使金价大幅回调 巴黎克仍能保持高盈利 巴菲特从不投资黄金 他自己也讲 他投资的是黄金股票 在他看来 可能投资股票赚钱 这个过程更重要 而不是仅仅拥有大量黄金 作为财富 然而波克希尔公司 在20年三季度的报告中显示 巴菲特大幅减持了 勾得的股票 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从20年9月份开始 股价就开始下跌 一直到今年的1月初 在这里才止跌 目前它突破了 这条下降的趋势线 回踩之后 它应该沿着这条线上涨 也许现在是一个好的入场点 现在的DMI 多头大于空头 等CCI向上突破的时候 就可以入手了 这只股票的股息率是1.79% 忽略短期波动 长期持有 也可以在经济形势明朗时 换成高增长的股票 我们看到这只股票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避嫌作用 在股市下跌时 它应声而涨 虽然也有回调 但现在的股价 比起1月初还是上涨的 第二个是BTG 以前我多次提到过这只股票 是加拿大的一家勘探公司 小市值43亿 PE是10.6 它2013年才上市 一般的股票刚上市不久 不稳定 看不出走势 它也是在2016年开始上涨 从0.55涨到3块多 涨太快了 在这横盘整理 然后上涨 在20年3月股市崩盘的时候 它从最低点2块钱 迅速翻了3倍 到7块多 见顶回落 也是从今年1月初 大盘下跌时 它开始上涨了 在箭头这里 从3块多涨到5块多 也是有回调 也在沿着这条绿色的线 向上涨 它的DMI是多头形成 但是周线表示 还在震荡 等CCI突破 可以入手 这个股票的股息率 也比较高 3.86 也有很好的盈利能力 和现金流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财务状况 它的自由现金流 它的美股收益 资产负债 柱状图 这几年 它的资产在不断的升高 负债在逐渐的降低 还有年报 都是很不错的 我是在20年4月买过这只股票 现在一直在观察 第三个是GLD黄金ETF 它的历史从04年开始 走势跟随黄金 也是1月初开始上涨 4月18号回调 作为ETF 它的波动不像前两只黄金股 它比较平缓 从周线看 它在这里震荡 从日线看 DMI多头形成 下方有缺口支撑 170 也许现在是入手的好时机 今年形势不稳 经济衰退的担忧 也许这些是不错的选择 它的成交量 550万不太高 只有前两只黄金股的一半 可能是因为价格比较贵 第四个是白银的一只股票 PAAS 泛美白银 是加拿大的一家矿业公司 它上市于1995年 它的市值是49亿 小市值 PE是51 首先我们要了解白银的基本知识 白银现在的价格是21.94亿盎斯 比黄金便宜得多 白银的开采量比较大 白银的市场规模比较小 它的工业用途更加广泛 用于太阳能电池板 制径 电子等多行业领域 对白银的需求 往往随着经济的起伏 而上下波动 它的波动 比黄金更大 如果要从波动中获利 那么投资白银 比黄金更有吸引力 在牛市中 白银的表现要优于黄金 在熊市中 黄金的表现更具有避险功能 银价从2000年开始上涨 到2011年达到48点多 翻了10倍 表现优于黄金 也是在2011年冲高回落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到达前高 我们回到PAS这只股票 它从2000年开始 这里到2008年 它的股价从1.9涨到了35 翻了18倍 在这里形成双顶 在11年冲高回落 16年这里开始回升 在20年8月 在这里创了新高39 这一点它比白银的走势 要好很多很多 它也是在今年1月初的时候 开始上涨 现在回调 也在沿着这条直线 往上走 这是最应该首选的白银股票 第五只股票是白银C5 有的朋友有这只股票 它是加拿大的矿业公司 2018年刚上市才4年 在上市的前4年 它一直在上涨 从2000年3月到7月 它的股价翻了三倍 开始在这里横盘 这一点它的走势跟白银 以及其他的银股很不同 它的操作很简单 在落到巨型底部时买入 到达上沿时卖出 差价从6块到10块多 看它能不能突破 这个巨型的上沿 就这么简单 它目前还处于亏损状态 不过做波段 不需要看基本面 同时它也具有避险功能 在1月初这里 它开始上涨 现在回落 近期刚从底部升起 也许是入手的好时机 第六只避险股是UUP 美元的ETF 它跟踪美元指数DXY 美元与美股并不存在 直接的对应关系 它们的关系可以是正相关 也可以是负相关 如果美元上涨 资本会流向美国 从而推动资产价格的上涨 股市也上涨 我们先要看懂美元与股市的关系 第一 如果美元温和持续上升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美元回流会同时推升美元与美股 反之依然 第二 如果美元因避险需求推升 则美元会上涨 美股会下跌 第三 如果美元因加息而上涨 短期会造成影响 造成美股下跌 中期需看经济情况 如果美元因降息而下跌 短期会造成美股的上涨 中期同样需要看经济数据的情况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比较客观地发现 美元与美股的相关性 当前的情况 避险需求的上升加息 都造成美元上升 美股下跌 以前股市崩盘的时候 美元总是上涨 在08年和20年3月 美元指数达到了顶峰 且创了新高 今年1月初股市下跌的时候 美元在这里开始上升 现在它回调后 在这里震荡 从图形上看 上方缺口有阻力 如果美元不再涨 美股大盘就会止跌回升 它也可以作为 判断大盘走势的一个指标 在崩盘的时候 买入这只ETF 是不错的选择 以上是我们分享的六只币仙股 包括黄金 白银 美元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挖掘一些其他的避险股 来分享 这世上没有百分百安全的股票 只要是股票 它就是风险资产 对风险的管控一定要做好 其他避险类的股票 有医疗保健类 公用事业 生活必需品类的 下期我们再讲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观看 关注和转发 有问题 请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